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年6月29日 下午6點鐘 先鋒服這邊多了這個夏日換新禮 正式服有嗎 因為我是看那個 建議員的FB 我記得我早上登陸先鋒服的時候還沒看到這個東西 來看一下這個正式服有沒有 還沒有 所以說那可能是之後就會出來了 好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很多任務都沒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夏日換新禮有什麼好選的 哇這次角色 這隻角色大概沒有什麼懸念 基本上這五位姑娘 你們在看這個後面的這個 過圖的這個推圖紀錄 有沒有出現都是個問題 那可能很前期的話可以看到幾隻 像是梭麗絲 像我這個先鋒服 當時在操作業的時候 這個前期有人把梭麗絲練到很高級然後去打 可以低等過關 但是基本上 你到30幾張後面應該是看不到梭麗絲 薩特納的話在縱神獵場我給他不錯的評價 不過也就是縱神獵場而已 因為縱神獵場如果說你是選擇蠻選的話 你沒有 你沒有什麼角色好選 然後薩特納的話他的大招會 會這個無敵我覺得還不錯 另外我有把薩特納擺到這個心願清單 家具心願清單 我當時覺得對佩奇很失望的 出了一個瓦爾克之後反而覺得 佩奇公主還不錯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基本上也是上不去 然後伊莎貝拉這個就不用講了 萬連板凳 然後萬連肥料 這個只要做健檢後 提到伊莎貝拉都是 你欠什麼 你把伊莎貝拉全部都吃掉 而且是全部吃掉 不像什麼 特羅文啊 留一個這個指甲打那個 遊俠的那個 這個團隊眼針 還要這個 練一個指甲上場 那個伊莎貝拉是建議是可以完全吃掉 因為留一個這個指甲的這個法師 其實不大需要 所以這四隻角色的基本上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給你選擇 這四朵綠葉然後這個襯托出弗蕾拉這一朵 怎麼講呢 紅花啦 那所以說基本上就是選這個弗蕾拉 毫無懸念 那弗蕾拉的話 至少他在主線推圖的話 還可以配那個 安芝嘛 然後你湊滿三隻五星 你已經五星的這個弗蕾拉 三隻可以換一隻神魔角色 所以我覺得大概 他跟孫悟空的這個 這個價值就是只剩這個樣子 就是未來 去這個 這邊 馬車然後英雄自幻這個地方 去拿來換這個 自選的這一個 半神惡魔角色 好吧 那所以說這一次的這個夏日 夏日換心裡 就選弗蕾拉 不用考慮了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